民主行动党全国副主席郭肃沁忠告伊斯兰党及国盟 停止操弄摘戒月期间 学校食堂如常运作的课题 认为没必要使之政治化 应与遏制 郭肃沁今日发表文告指出 众所周知 校内有诸多飞幕师生是不需要进行摘戒 郭肃沁重提在2013年发生的事件 他说 当时雪州双西毛诺一间国小在摘戒月期间 校方安排了飞幕学童必须到厕所隔壁的浴室进餐 此风波引起哗然 闹得满城风雨 广泛议论 认为校方的安排极不妥当 难道一党及国盟领袖对这些孩子没有一丝毫的同情吗 教育部长法迪娜日前宣布 学校食堂在摘戒期间如常经营 却受到一党及国盟抨击 指此举是不尊重摘戒的圣洁 郭肃沁说 教育部长的宣布 恰恰好事体现人道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一党和国盟蓄意挑起课题的举止 再次证明他们的政治立场 与马来西亚多种原族和宗教的现实是互不相容 他们一贯倾向于发表分裂社会的言论 不希望看到人民团结 他促请一党和国盟停止政治化 不应该以狭隘的政治思维玷污此事